不会还有人没来过潮汕吧 真的每天吃到嘴抽筋 建议大家赶紧收拾行李过来 干草水果里面水果超多的 看我买了个公众球里面好多料哦 我这张嘴跟着我真的没白活啊 但用地球上所谓的美食 都融会在这个粽子里面的感觉 嘴巴碰到这个地势 顺便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浮乳的香气了 大家好 这张鱼飞不是 张鱼飞 这周末我肥朋友来汕头 看杨金花的演创会 然后我来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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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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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当你嘴巴碰到这个鸡翅的瞬间 你就能感受到那个葫芦的香气了 我相信每个上手人应该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天花板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家好不好吃 如果说你们有更加好吃 或者说你心目中最好吃的 葫芦汁天花板可以在评论区的弹幕里告诉他吧 真漂亮的红米的 再吃一个这个鸡蕙 有点难入 葫芦鸡翅 挺好吃的 看你 都给隔壁孩子尝哭了 鸡翅的部分感觉会更加香 但是鸡翅的部分 它吃起来会更加过瘾 因为它肉大呀 人形卷皮刀 13号 正前头骨 再吃一口饭 差不多把上面的肉都吃完了 哦 真的香 最后我的牛肉汤顺一顺 非常品质 潮汕的牛肉丸真的跟别的地方牛肉丸不一样 真的非常好吃 回家请我还准备买一点回去 当礼品送给家人 天啊 这个公众球的话是我很多小伙伴推荐我吃的 所以我就特地买了一个 它这边是豆沙的 它那反面这边你看是咸的 只要是甜蜥饵动机的这一口就是 感觉地球上所有的美食 都融贵在这个粽子里面的感觉 甜粽和咸粽的这种战争 在广东得到了终结 所以说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 如果说你都喜欢吃 那在这边你将会得到救赎 我不敢说它比我吃过任何粽子都好吃 但是我觉得它很神奇 感觉脑子像是被一颗新的子弹打中了 以前都是被那种55676的子弹 今天感觉像是被巴雷特的子弹打中了 对 现在我想吃点干草水果 你看这一大一盆 还有一家比较偏远的 它说性价比很高 20块钱很大很大一盆 但是我有点远我们都没回去 先吃些芒果吧 这个粉的话是用来蘸干草水果的 它是干没粉 吃起来超好吃的 原来冰箱的冰箱会更加好吃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的话是莲霧 我在既然的话很少吃这种热带水果 这个莲霧吃的像是水分更加多的苹果 非常不错 一口就不好吃这种感觉 但同时它就没有这么甜 最后我们再吃一个小甜品进去收尾 这个是板虾芋头 它刚炒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好吃的 它的构造有点像山楂雪球 但是这个是炸过的 山楂雪球是没有炸过的 而且山楂雪球外面的糖更加多 它吃起来非常粉就芋头 常用的就是紫薯 红薯 还有这个芋头 它们都是吃起来都是粉粉动作的 我来这边三天 因为我之前吃过这个 我觉得最好吃就是这个 这个反沙咸蛋黄 我真的觉得 它店里总共只剩两个了 然后被我买下了 最心疼的事情 刚才掉了一个 所以我们就只剩一个了 因为它掉地上的时间超过了三秒 所以我们就不吃了 好吧 如果是没掉三秒 我直接光速缠起来继续吃 好脆好脆 天呐 用一生来推这个蛋黄 如果大家来汕头旅游 一定要买这个显蛋黄 这个显蛋黄真的无敌爆炸 这啰嗦非天好吃 说实话 不愧是你们给我推荐的店 真的都很不错 所以说 给本期视频点赞 也是给各位给我推荐的小伙伴点赞 好不好 给他们点个赞 真谢谢他们 感谢他们给我们推荐店铺 谢谢大家 最后也感谢大家给我推荐好吃的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推荐的店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不好 也分享给大家 行不行 最后我就把在杨谦画演创会 结尾时录的一首歌 分享给大家 祝大家像这首歌一样 如果想 如果想 只要万人 只要点尝送 如果想 好似情人 只能追一半 如果想 快乐做人 只能靠靠点手 如果我 累落做人 你会更吸引 好优秀